恩恒大转变!对妈妈霍思燕呵护有加,端水洗脚拎东西一个都不落下,杜江看完妈妈三大崩溃只喊这不是我的亲生儿。 一说到坑丁神娃大家一定会想到恩恒吧?新二代恩恒,杜雨琪,是演员杜江欲获思燕的小孩,近来与妈妈参加妈妈是超人三,处处互助妈妈,展现有别于以往暖男的一面,掳获不少粉丝的心,连爸爸杜江看了也非常惊讶, 直呼以前跟住自己参加爸爸去哪儿舞的恩恒是个假儿子,恩恒对爸爸跟对妈妈的态度差很多,让杜江傻眼,图翻设字或思念微博。 恩恒先贤跟住杜江参加爸爸去哪儿舞,经常语出惊人,冒出各种惊剧,反驳起爸爸来也毫不留情, 当被对方要求亲亲时,他紧淡淡地说了一句男子汉不用亲的, 当看到小同伴时,就说,走了,不等了呀,爸爸,直接跟住小泡芙妇女走了,有时候还会脸忙叫错别人爸爸,让杜江非常傻眼。 还有一次是,当杜江要他拿水给自己喝时,恩恒转身拿了水后,就直接给了小泡芙,各种坑爹行径让人笑翻。 恩恒参加爸爸舞经常要爸爸离开,图翻设湖南内是芒果TV脸书,秒拍。 反观,这次恩恒跟住或思念参加妈妈是超人时,却处处保护妈妈,态度整个360度大转变, 看到妈妈手上拿着许多东西,会主动上前帮忙,在游乐场玩耍,还不忘要保护妈妈, 把妈妈当成公主般疼惜,不时说爱妈妈,亲戚妈妈,甚至还会主动端水给对方洗脚,帮忙脱袜子等,对妈妈的宠爱异于言表。 恩恒在妈妈30,对火思燕百般宠你。 看完节目播出后,杜江也忍不住为自己打抱不平,在微博上转发一段妈妈是超人的节目片段,并称, 看完妈妈的节目,我真的心疼我自己,可怜我还傻呼呼拍住妈妈肩膀说,乃经历的我都经历过。 当道在节目播出后,两人经历的完全不同,他开玩笑称,我怕是带了个假儿子吧。 他怎么和妈妈在一起那么乖啊?不是恩恒脑子不好,是我啊。 随后还附上数个泪流满面的表情符号,让人笑翻。 不少粉丝看了杜江的发文后,也纷纷笑亏,恩恒的教育理念是,妈妈得宠住,爸爸得让他多磨难,因为妈妈是小公主啊,也有不少同为人妇的网友安慰,习惯就好,儿子就是妈妈的情人,同感,心疼当爸的我们,意外引起一阵热议。 感谢观看